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Advanced Pro来离开美国 然后再回来 这个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我自己是在上学期间提交的AIW申请 在毕业后得到批准 那个时候几乎没有排期 所以很快我也就交了I485 然后在OPT过期以前就拿到了I485Base的EAD 然后用来一直工作 拿到绿卡为止 对于很多申请人来说 EAD和AP都提供了便利 但是也有一些申请人会担心我用EAD或者AP会不会有不良的后果 这个尤其是一些由雇主支持的Perm类别的绿卡申请人 有的在IT行业流动性比较大 有的时候因为换工作以后Perm要重新申请 或者有J表等等的问题 所以担心485不能批准 这是有这么一些风险 那么对于EB1A和NIW类别的呢 一般来说如果申请人不是特务 没有犯罪记录 一般的I485都能够顺利批准 所以问题不大 那么拿到EAD和AP呢 有的人就因为这个I485会有被拒的风险 因此呢会担心不敢使用 那么我们对这里的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 建议首先呢你可以申请EAD和AP 在申请485的基础上 你没有额外的移民局的费用要付 如果呢EAD和AP过期了还可以延期 你申请了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 要不要使用申请没有害处 那么要不要使用呢 我们的经验和建议呢 是这个使用EAD和AP呢 对你来说没有特别的身份上的影响 有的人呢比较纠结用了EAD 或者呢我用了AP出境再回来 我到底算是什么身份呢 这个呢case by case 如果具体的解释呢 如果你想要了解可以联系我们 但是我想呢很多人只要呢知道在需要的时候 还可以重新回到其他的签证身份 这一点就可以了 我们的建议呢是说你用了EAD和AP呢 也没有关系 如果需要你仍然能够申请新的 比如说HO或者L这样的签证身份 那你有这一点呢应该就可以足够放心了 比如说有这么一位申请人 他提交了S85申请 然后呢他也就拿到了这个EAD和AP 那么他用了AP离开美国又回来 用了EAD除了原来的雇主以外 因为别的雇主工作 没有工作签证 就用了这个EAD作为工作许可 那么接下来他的如果S85批准了 拿到绿卡 当然一切顺利 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S85没有批呢 那会怎么样呢 首先S85一般来说不会直接被拒 你可能会先收到RFE或者是这个NOID 收到以后呢 你可以相应判断是不是很容易回复的 还是说看起来有风险 如果你觉得到那个时候有风险 到那时再申请签证也可以 比如说那我有H签证还没有过期 那很好 可以用H签证离开美国 再签证回来 甚至你也可以再如果你愿意等到S85被拒了 然后呢 只要你的工作签证还有效 你可以离开美国再签新的签证回来 或者呢 你也可以申请新的工作签证身份 都没有影响 比如有这么一个实际的例子 有一位客户 因为过去身份的历史问题 交了S85以后呢 收到了一个Notice of Intention to Deny 这个时候呢 他没有的签证身份 然后呢 收到了这个S85的通知以后呢 比较担心 和我们合作 又重新提交了一个O1的申请 签证身份 得到了批准 后来他的S85也顺利批准 所以呢 如果从事业啊 生活这个需要呢 你用这个EADAP 一般来说呢 不会有问题 可以放心去用 如果担心S85被拒 你等到出现这个苗头 或者是在其他合适的时机呢 你仍然可以保持 申请延期 转换 H签证 L签证 或者O签证 应当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用EAD和AP 对你的身份 生活 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如果需要 在整个S85判定期间 甚至S85刚刚被拒以后 你仍然可以申请 这些前面提到的 各种工作签证的身份 有的人会说 我能不能申请学生 F签证 或者J签证啊 这个呢 有风险 因为你已经提交了移民申请 H L 以及O签证 一般来说呢 允许移民申请的 所以没有关系 有的人会说 我爱S85判定了好长时间啊 这一段我没有别的身份状态 只有一个判定的S85 那么一旦被拒 我是不是过去 等待S85的这一段时间 都算是非法待在美国啊 这会不会就影响我 再申请新的签证身份啊 不会的 只要你在等待S85批准 这期间呢 不算是unlawful prizes 那么是可以在美国境内来等待的 不影响你接下来的签证身份 那么还有的人说 那我实在担心这个事情 那应该怎么办 那如果你确实很担心 那你就不要离开美国嘛 你可以留在美国境内 或者呢 你出境以后 不用Advance Pro回来 你可以出境在境外 再签新的H签证 或者L签证 或者O签证回来 那么呢 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有的人说 我很担心这个问题 可是我又一定要用这个EAD AP 那怎么办呢 像我们前面讲到 你要用吗 也不是不可以的 有其他的身份的解决办法 如果又要使用签证身份 但是又特别纠结 那没有两全其美特别好的办法 我们只能讲到呢 说用了EAD和AP 一般来说呢 并不影响你在I485判定期间 继续保持转换延期 其他的签证身份 甚至即使I485被拒了 当然你要看是什么原因了 你可以提交新的I485 然后或者呢 提交一个Motion 也可以解决身份问题 因为有时候被拒 比如说是退档不超过五年 或者因为别的一些技术原因 问题解决了 提交Motion 或者提交新的I485 就解决了你的绿卡身份问题 同时呢 在身份判定期间 如果需要 你还可以申请 像前面提到的 H签证 L签证 或者O签证 那总体来说 这个事情稍微有一点复杂 但是呢 简单的结论就是说呢 一般使用EAD和AP 没有关系 移民局发给你这些文件 就是为了便利你的生活 在I485判定期间 可以放心使用 当然这是我们的 General的一般情况 如果你有具体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好谢谢